为了让棒球运动在花莲县扎根提升棒球水准 而举办的花莲县110年度县长辈三级棒球锦标赛 13号是在德兴棒球场登场 吸引了国中甲组五队、国中仪组四队、国小组九队上百名的选手参赛 教育处的代理处长饶中表示 在去年全民运动会整修过后的棒球场比赛 希望每一队的选手都能够获得最佳的成绩 三级棒球锦标赛开赛13号上午在棒球场举行 花莲县体育会以及花莲县体育会棒球委员会表示 期盼培养优秀的棒球选手成为台湾职棒的明日之星 不仅在地方发光更为国家争光 教育处表示 县府阶级推动三级棒发展 深耕基层的棒球扎根 除了鼓励县内棒球队积极参加各县市办理全国应式棒球比赛之外 增加县内棒球队与各县市棒球队的交流机会 以提升学校棒球运动风气 培育优秀的棒球选手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